再来看到目前是个中度台风的烟花台风 持续潮汐逼近台湾 但是它的移动速度比预测的更慢一点 所以海陆景的时间往后延 但是要看到虽然向北偏 但是还是不排除有可能登陆 要密切来关注 大型吊车将影桥掉离河面放到岸上 台北市公务局一大早启动 大家码头河滨撤离 就是因为烟花台风来势汹汹 不排除可能成为近两年来登陆的台风 那海景可能发布的时间已经落到今天的晚上这段时间 那至于入景的话 我们可能要在明天的晚上或下午的时候才有机会 卫星云图上烟花台风已经开眼 结构扎实 因为它在20号晚间8点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 气象局预估周三发海景 最快周四发布入景 根据气象局最新预报 烟花暴风圈的庆行几率 包含北北极和宜兰花莲桃源超过六成 气象局长真名点认为它的风雨冲击可能不小 国家在防中心也预测 东北部北部中部甚至南部山区 部分地区的总雨量恐怕会突破一千毫米 雨是不容小觑 日本韩国美国等最新预报 预测烟花可能之后会北偏 但由于它的移动缓慢 加上烟花强度不弱 包房圈逐渐扩大 可能扫过北部及东北部陆地 这段时间有没有可能路径会再修正 甚至引进西南季风 气象局密切观察 记者新闻上苏惟轩台北报道 在高雄已经降下了大雨 湿量超过上百毫米 里长反应凤山区几乎一半泡在水里 像是在光复路曾经入水 淹到大腿这么高 店家没办法做生意 这居民也不敢睡 怀疑说是不是排水沟 设计老旧 他们反应了好几年都没有用 居民抱怨说 乡海没有清淹才会这么惨 高雄凤山光复路的水直逼民宅 里长到路上测量居然淹到大腿高 马路成河完全被瘫痪 连续两天大雷雨 北门里也淹水二三十公分高 水沟孔洞出现漩涡 水势削泄不及 整个凤山有一大半都泡在水里 还有民宅地下室到现在都还有水 今年七月开始凤山逢雨闭烟 里长们向市府发出怒吼 高雄市区排水量达七十毫米 但里长质疑 凤山的排水设计老旧 居民则抱怨都不清淹 民进党人家说清那个没有用 那时候有清 他们说要清 他安排时间 都被罢免掉了 只要下大雨 听到大雨的声音 就会当然就会三星 大路测沟无法复合一时的强降 这部分我们会针对凤山地区 整个积水区 我们会来做一个检讨 水利局表示会严理改善计划 但这周对流云系还有双台环四 连续几天都会有强降雨 一直到星期天居民都要防台 恐怕都不能好好睡 记者吴国珍杜云杰高雄报道 烟花台风升级为中风台风 直扑东北部台北市今天早上 来启动河滨撤离作业 今天要把台北市的十座码头影桥 七座普通码头 还有87座警官厕所 通通得要拆除撤离 台风期间会关闭水门 要随时提醒车主 赶快把车给开走了 否则会面临2400块钱罚款 那这次因为台风来袭 我们今天早上八点开始 就针对这个河滨公园的 这些的相关设施 启动进行撤离 那这我们这次的撤离 总共有测了十座的影桥 七座的浮动码头 以及87座的警官厕所 那也会在今天撤离完成 那在台风期间 我们核专区随时有可能会发布 指出不禁的相关的讯息 那要随时密切注意台风的动态 以及疏散门起闭的相关讯息 假如在关闭疏散门 车辆没有撤离 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个罚款 一台车会有2400元的罚款 那除了今天的警官厕所 然后浮动码头 以及还有一些周边的相关的设施 那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话完成这个测离 那我们测离出去以后会等到台风结束后 然后整个和平公园的场地清理完以后 才会把这些设施做一个复原 测量的话要随时注意我们的相关的讯息 因为在台风来袭的时候 随时有可能发布 要打疫苗真的不容易 等了好久 好不容易排到预约成功 要来打疫苗了 但是现在台风要来了 打疫苗行程又被打乱 指挥中心表示会按照停班停课的标准 来判定接种是不是也会暂停 带你来看 接种站人潮满满民众排排坐好 等打疫苗 烟花台风来势汹汹 气象局估计22号到24号风雨最剧烈 一旦放台风假 可能会影响疫苗施打 一旦停班停课 那恐怕这个施打这样就会停了 受影响的预约民众将一致下一题次 保留名额到下一周 收到下一期预约简讯再到平台预约 早就预约好了干嘛要重新预约 干嘛要重新预约 一样打疫苗也没有其他可以打了 这样可能会比较 对一些年长的可能会比较不方便 针对烟花台风可能停打 基隆市府上午已立即做出应对 宣布23号与24号两天 施打民众要在22号中午12点取消 改预约25到29号 至于全国预约在23号到29号 施打的第三轮民众 包括48岁以上民众及6893类 共计95.6万人 想打疫苗不容易 如今终于排到打疫苗却因为台风来袭 打苗行程再次被打乱 记者刘志展谢树雅桃源报导 台风要来了烟花台风 现在逐渐的逼近台湾 在北部是首当其冲 渔船业者不敢轻呼超前部署 在苏澳这边有500多艘渔船 赶快停回了南方澳渔港 船挤船的场面十分的壮观 另外在巴斗者渔民把船赶紧绑起来 紧紧的绑在岸边 澎湖还出现了水龙卷的景象 也吓坏了目击的船长 长长一条水龙卷划破天际 海面也卷起水滑 厚厚的云层下出现 长长漏斗形水柱 画面非常壮观 我们就在那里那里 乌云密布的远方海水被吸入天际之间 二十号下午三点多 澎湖一位船长在北海木岛与北方 海域捕鱼目击水龙卷骑警 就怕太靠近会被卷入 拿起手机拍下后赶紧加速离去 随着櫻化台风慢慢接近台湾 澎湖突然出现水龙卷骑警 让民众又怕又袭 难得一见的水龙卷 大约持续十分钟就消失不见 台风逐渐靠近北部首当其冲 越南苏澳渔船已停好停满 在南方澳渔港准备避风 形成船几船的壮观场面 五百多艘船全挤在一起 趁着台风来临前 云民赶紧把船绑紧 另一头基隆八斗子渔港 数十艘船排列整齐停在港口 七八条车走到十几条车 在那边不顾定好的 就怕强劲风势来袭吹翻渔船 业者超前部署密密麻麻的绳索 全部用船桩紧记在岸边 台风步步逼近 各县市不敢轻忽 全力做好防灾准备 记者颜语龙林一生 澎湖依然报道 好 再来看到这台风要来了 大家要赶紧做好防台警戒 烟花台风恐怕直播来 路径现在是稍稍的有向北调整 但是外围环流已经开始影响了 我们先来看到宜兰的乌石港 这风雨状况是一阵一阵的 有时候出现下雨 有时候出现大太阳 现场不少民众来观赏 而在乌石港周边的民宿业者说 他们都已经做好防台准备 不过也坦言 确实在疫情爆发之后 很久没有营业了 也希望疫情能够赶快结束 多久没出门了 是不是很重要 两个月 两个月 不止两个月 都太闷了 五月 快疯了快疯了快疯了 可是你们的时间是从宜兰到花莲吗 从新竹 新竹来 新竹直达花莲 直达花莲 你们现在休息一下就对 中继站 中继站 你们算是去花莲 就是可能在一个饭店 住一个 住一个 我们是去饭店 度假村 等于在里面 那个啦 蝴蝶骨 蝴蝶骨 那就是在那里面休息 休息 对 因为台风也来 你们要注意一下 对 因为台风才来的 台风不来 台风不来 我们就不来了 疫情大家都没营业了 这一整排 就原本就是靠暑假 然后大家已经都停业 两个月以上了 如果现在台风来了 台风 台风 没影响 本来疫情就没生意 就没有再开了 会不会有纾困到吗 还是怎么样 纾困到 有的人有 有的人没有啦 对啊 当然有些人有门槛在 不方便怎么样 对啊 了解 但真的从五月中开始就没有了 对啊 这边疫情开始 然后一直风到现在 还是风水 那个沙灘还是不能下去 那你们晚上会看到 有一些游客会来吗 就是 有没有偷偷来的 有没有来 大致上还好啦 只是这边的话还算蛮规矩的 就是偶尔大家顶多走走山山步而已 对对对 那也不会有人 原本上前面是冲浪的胜地 那资政址也真的没有人在冲浪了 对啊 这边还好 大家还算守规矩啦 对 那你们 你们像民宿还是有人询问吗 询问当然有询问啦 但是就是没办法营业就没有办法营业 因为他来到这里沙灘没有开放 有没有回忆的方向 嗯 开始不到 有人出来走走啦 但是我们 基于我知道我们这边还是没有人在营业的